林口不同地点的人行道上是出现了利用碎裂瓷砖所做的彩绘作品 在地方掀起了一股寻宝的风潮 但是因为人行的安全 公所长期以来都会针对人行道的破损处来请厂商来修缮 因此就和作者来做沟通 会将这些作品来移至林口各个公园当中 日前有民众在林口不同地点的人行道上利用碎裂瓷砖 彩绘着各种经典动画角色的作品 由于相距不远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开始彩典 掀起地方一股城市寻宝的热潮 事实上我们也跟佩里先生有做过一些沟通 也就是在解封之后 因为我们公所的这些公班 会进场去将破损人行道做修缮 所以未来这些完成的作品 我们会将它移至在我们林口的大大小小的公园 让各位民众有一个更安全 然后一个更舒适的寻宝环境 市议员蔡淑军表示 人行道的破损处工作都有合作厂商定期巡视 并依其程进行修缮 因此与这位作者沟通过 在解封后会将这些作品移至林口各大大小小的公园中 同时也提供给民众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寻宝环境 那当然解封之后一样 在寻宝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移转到我们的其他公园了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寻宝愉快 也希望这个这位画家他能够出来跟我们公所合作 那由我们公所提供一个更适合的场地 让他做更好的发挥 公所表示 希望能够与这位创作者合作 提供更适合的场地 让创作者有更好的发挥 民众也能在安全的环境下 欣赏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